你肯定想不到美国拥有的第一只大熊猫竟然不是中国送出去的 1929年一本名为《追踪大熊猫》的书籍在美国纽约出版 书中记录着本书的作者罗斯福兄弟寻找、拍摄并捕获一种黑白熊的探险历程 一时间从没有见过大熊猫的美国民众对这个圆滚滚的黑白熊充满了好奇 从那以后有关中国山区神秘黑白熊的故事以多种版本的形式在遥远的西方流传着 每个人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神秘的东方生物 1934年一位名叫威廉·哈克尼斯的美国商人以探险的名义进入中国的中部山区 并立誓要捕获并带回一只活体的大熊猫 威廉曾成功的拍摄过野生的科莫多龙 所以他对自己信心十足 威廉在中国足足待了13个月都没有成功捕获一只大熊猫 在1936年的2月他身体突发病情最后因咽喉癌在中国去世 后来威廉的骨灰被妻子卢斯带回美国 这是卢斯第一次来到中国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女人为美国带回了第一只活着的大熊猫 悲痛的卢斯回到美国翻看着丈夫的探险笔记 当看着丈夫立志要带回一只熊猫的誓言时 卢斯立即决定帮助丈夫完成了他未完成的遗愿 安排完丈夫的事后 卢斯又返回中国 又在美籍华人昆廷羊的帮助下 成功的捕获了一只熊猫宝宝 在经过海关时 卢斯只花了20美元 就让一只熊猫登记为哈巴狗 被带回到了美国 取名为苏林 回到美国后 卢斯把苏林以9000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 这一消息受到了举国轰动 就连当时的著名盲人作家海林凯勒都来的动物园 称要亲手摸一摸这个来自东方的异兽 当记者问起卢斯捕获熊猫宝宝的过程时 卢斯回答 他是在一个树洞中发现的 虽然很多人对此回答并不认同 对于拥有熊猫的喜悦来说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1937年卢斯又返回中国 他故技重施 第二只熊猫美美又被偷运回美国 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 熊猫苏林就因务实的树枝 被卡住喉咙 引发感染而去世 而第二只熊猫美美也于1942年 在美国去世 据统计 1936年至1946年 十年的时间共有14只熊猫 被偷运出国 自1946年开始 我国便遏制住了偷渡熊猫的犯罪 西方对熊猫的盗捕行为 才得以终结 俄罗斯也于1947年 死于急性久经性未尝炎 十年46岁 真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天道好轮回 今日熊猫压压 现身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 让全世界的人为之心颤 这还是所有人印象中 圆鬼鬼的大熊猫嘛 曾有一位网友的评论对我触动很大 20年的辛劳工作 最后竟换不回一张回家的机票 虽然他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利益价值 虽然孟菲斯动物园一再否认虐待行为 我相信所有人的眼睛是血亮的 美国也有一句名言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